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窍门小帮手 社保卡我们每个人都有 有了它我们可以享受很多福利 但是我们使用社保卡之前是否需要激活呢? 如果不激活的话,对我们的生活会带来哪些不便呢? 相信很多人都不清楚 下面赶紧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看看吧 社保卡我们每个人都有 它的用途非常广泛 社保卡的很多功能和银行卡是一样的 比如说可以存款转账 也可以再办一些银行业务 有些地方的社保卡还可以当作公交地铁卡使用 同时呢,它也是一张医疗卡 不管是住院治疗还是救医挂号都可以用到社保卡 同时持卡人到达一定的年龄 还可以用社保卡来赢取养老金 但是大家要注意 我们在使用社保卡之前呢 一定要先把它激活 因为如果长时间不激活的话 在使用的时候呢 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多不便 因为全新的社保卡呢 激活期限是6个月内 如果6个月之内 我们没有去激活社保卡的话 那么我们就不能享受医保的待遇 也就是说 在没有激活社保卡之前 社保卡呢 就处于停卡的状态 所以大家拿到社保卡之后 一定要第一时间去把它激活了 激活社保卡呢 也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元件和社保卡 去当地的社保局激活就可以了 也可以找一些事业单位代办 大家都知道 如果我们想要享受养老保险的福利 就必须交满15年 这也是享受养老保险的必要条件 如果社保卡没有激活的话 想要享受养老金也是非常麻烦的 这样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损失 另外如果没有激活社保卡 外出办事着急使用的时候 我们也很难马上找到地方去激活 这样的话就无法随时使用 所以提前激活社保卡是十分有必要的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关于社保卡的这些常识 大家都了解了吗 看完视频 赶紧分享给你的朋友和家人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